随着交通网络的逐步拓宽和自家车辆的日渐增多 现在开车出行的朋友越来越多 有的时候想想可能是拿到一张驾照 还不算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当我们真正驱车行驶在道路上的时候 如何遵守好形形色色的交通规矩才是难点 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要故意闯红灯的 但要是一不小心压过线了 我们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呢 其实在判定你是否闯红灯有三个依据 也就是说电子眼要拍摄到三张照片 这三张照片分别是连轮过线后轮过线和驶过对面路口 并且这三张照片要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所以有的闯红灯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有的车主如若发现自己前轮过线了 先不要着急认定自己闯红灯了 如果操制过急直接开过去 我估计那六分就没了 还有的车主如果发现自己前轮过线 觉得自己好像有点站到了斑马线 就立刻往回倒车 那我估计那六分也得没了 其实不管你是遇到了哪种情况 都最好及时停车 不要再继续移动了 只要电子眼没有同时拍到三张照片 你也无法被认定为闯红灯 不过有的时候有些交警比较严厉 哪怕是你只是前轮过线了 交警也算你闯红灯 然后控你六分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简而言之 大家在去车出行的时候 不管是前轮过线还是后轮过线 都要及时刹车停下来 这样能大大降低 被扣六分的可能性 忽然好不容易拿到的驾照 轻轻松松被扣十二分 那不是很亏吗